北京时间10月17日凌晨,2001十八,欧国联小组在AE组第四轮比赛冲燃战火。 最终,法国队主场2比1逆转击败德国,德国队最近士气不好,法国则为此前排名小组榜首位置,此次交手,也是一场焦点战。 第十三分钟,德国队取得领先,金鹏被禁区内手球,德国获得点球,克罗斯主凡领重。 第六十二分钟,法国半平比分,伯格巴发动进攻,鲁塔斯挑船,格列兹了头球破门。 第七十九分钟,法国队获得点球,格列兹了主法民众。 最终,法国队主场2比1逆转德国,扎心,德国1比2法国,自场正式比赛三负一平。 球迷,都怪恶奇尔本来是率先进球,却最终遭遇逆转,扎心。 不过,也要说明的是,法国队的主场历来都不好打,再加上德国队最近状态不好,输人法国,也在意料之中。 根据统计,此一过后,德国前三场小组赛二负一平,而再往前推的话,自2000年以来,德国在正式比赛中,首次遭遇二连百次拳完败荷兰。 更为尴尬的是,最近四场战事比赛,德国队三负一平篮球一胜,而且只打入了一个进球,即便算上各项赛事,最近十场,德国也输了六场。 德国队怎么了?赛后,肯定会有不少球迷问这个问题,也有球迷说,都怪恶奇尔。 当然,这只是一个调侃,现在的德国队问题很多,在进攻端,他缺上一个高中锋了,在中场的控制,以及反击上,都不比从前,在防守端,同样问题多,看看格列自曼的进球,还是投球,几乎没有人防守。 在此前输给荷兰的比赛中,德国队后防线同样问题重重,现在的乐夫也是如坐针针吧,把国队目前正处在鼎胜时期,德国输球也可以接受。 只是,从世界杯提前出局,小组位出现,到现在的欧国连篮球一胜,其中包括客场0-3惨败荷兰,创造多个尴尬记录,实在是让人有些感慨啊。 那么,你觉得,现在的德国队出现什么问题了?